欢迎来到埃及 这梗已经快被用烂了 不要再讲了 开罗国家博物馆 我们的埃及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是的 我们一起进去看看吧 这里就是开罗博物馆的里面 来之前是没有想到能拍的 虽然依然三脚架和麦克风都被扣在外面了 你们听到的这个音质并不是我们构想的音质 我们其实买了一个很好的麦克风 准备在这时候大肆伸手的 但是却被门卫给没收了 其实总是残忍的 所以你们只能忍受一下 现在这个GoPro内置的音质 Anyway我们走在这里 你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埃及文明很伟大 也很可怕 天哪 我的第一感受就是 这些都是几千年的文物 它就这么放着吗 我碰了 我要碰了 这个博物馆里面我看百分之九十的文物 都是就这么放在这里 旁边写这个 Please don't touch 请不要碰我们的文物 我觉得是因为他们文物在近几十年的出土时间 速度太快了 就是文物出土的速度已经赶不上博物馆 给它添置新的盒子的速度了 所以很多它就只能先这样放在这 这个博物馆有个地下室 一般人进不去 只有考察人员能进的那种 还有十万间 我们是有视频许可的 咱们在这不是偷拍的 哇 你看这个 映入眼帘的这个是很大很大的一个 你不认识的法老 我不认识的法老 Anyway 说起古埃及 My me 你会想起什么东西 说起古埃及吗 其实我一开始 就我一直都不是一个对历史特别感兴趣的人 直到我打了魔兽 最初是因为在六十级的年代 有个boss的一个叫做沙漠 扬起你的沙力遮蔽太阳的光芒吧 就是叫做吴巴 它的原型是荷鲁斯 就是那个樱头的 那它的名字是Authers 就是奥西里斯 刚才看到的那位法老和这位 师生人面相 刚才看到的那位法老吗 就是你 那位法老 眼线法老 刚才看到的这位法老和这个师生人面相 是埃及历史上的 可能是第二位女法老 Hachipsu 但最后一位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就是埃及艳后 Cleopatra妻世 古埃及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大家为什么都画眼线 而且还全眼妆 上下眼线全都要画 听说以前画眼线其实有很多很practical很实用的原因 因为可以遮太阳 画一圈黑色的眼线就感觉给这个眼睛带了一圈遮光照 就不会有炫光 你这样说也有时候我觉得好像 也有驱赶那种小虫子的作用 哇你看这些都是真迹 画的这些颜色也都保存得很好 有一点点风化 哇你看这是荷鲁斯之眼 如果你们玩过或者看过游戏王的话 肯定对这个标志非常熟悉了 而且那个我记得是刺客信条起源里面 主角也是随身佩戴着这个标志 大家对埃及的印象可能是金字塔和骆驼 但其实在古埃及是没有骆驼的 可能很多人像我一样 在尝试深入了解埃及之前 都对这个古文明有很多很多的误解 你看它的眼线也画得不错 你可以学习学习哦 图特摩斯 图特摩斯三世 那么古代的埃及人都去哪里了 可以说是已经消失了 这个文明其实是已经是正式死亡了 你看它的眼睛是宝石做的 哇 但这不代表说古代的埃及人就已经消失了 其实他们没有消失 只是现在就被铜化了 全都变成了阿拉伯人 这俩姿势好逗 我蹲在地上 你们不要理我 我还是个宝宝呢 我还是个宝宝 我受到了伤害 你们不要理我 你们走开 在古埃及呢 尼罗河是代表生命的 然后沙漠是代表死亡的 虽然沙漠代表死亡的 但是我觉得沙漠也给埃及文明带来了很多优势的 如果你的国家附近有一圈沙漠围着你的话 就代表没有什么敌人能打进来 就能让你在自己的基地里面猥琐发育 啊 黎明是你吗 黎明 像黎明吗 有一点 不服什么表示不服 刘德华说我呢 古时候呢 因为地球的地轴的角度的改变呢 你看这个埃及的古文明已经久远到 跟地球的变迁都挂钩在一起了 因为地轴的角度的改变呢 北非就逐渐就干枯了 埃及的那个地区的湖水都没了 就剩下尼罗河了 所以他们整个埃及的文明呢 就围绕着尼罗河展开了 但后来你因为你只能在这个尼罗河周边活动了 他们就逐渐的开始发展农耕了 后来就逐渐从一个游牧民族发展成了一个农耕的文明了 后来呢 吃鸭子了吗 吃鸭了 肯定吃鸭吃鸡了 真的吗 嗯 这不是鹅呢 啊 这是鹅吗 是吧 是鹅 四千五百年前他们就都画得这么写实了吗 那个羽毛上面的那个 哦 你快过来看 这还只是这整个墓穴墙壁的一部分 它圈出来的那个 哇 刚才不是讲到 埃及只能在尼罗河附近发育了吗 对啊 但是他们真的是一个被伤天眷顾的民族 因为尼罗河是一条特别好的河 真的特别好 真好 因为瓷熊 真好 它每年会在一个固定的时候发洪水 把河两岸的土地全淹了 等这个洪水一过 留下来的就是一些特别肥沃的黑土呀 还有一些鱼呀虾呀的尸体 补埃及人就是随便种种 随便收手 这一年就过了 随便撒点种子都能发芽 别的文明跟他取下金说 哎呀 你们怎么种出来这么多好东西的 随便扔一点种子呗 就能发芽了 听着这个故事这么熟悉呢 怎么以前考试的时候也有 你怎么学的呀 哎呀我随便学学呗 随便看看书不就行了吗 上课随便听听 笔记随便记记 所以后来的埃及人表示我 我太有时间了 我平时我得造点大的东西玩玩 胡说 哈哈哈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哎呀我靠还穿豹纹呢 天呐 争吵 哎 还有羽毛 哎 头顶还有个阿迪的标志 好笑啊 忍不住想笑 所以那时候就有了大概5000人左右的城市吧 埃及分为上埃及和下埃及 就两边有不同的统治者 上埃及到底是在上边下边南边北边呢 上埃及嗯这个是很容易混淆的 我到现在都还容易混淆 埃及是分为上埃及跟下埃及的 这两个概念在我们以后的视频里会经常讲到啊 就上埃及其实是指尼罗河的上游 也就是南边 对 因为尼罗河是往北流的 对 北边是下埃及 到最北边的时候尼罗河是流到海里头 所以千万不要搞混了这两个方向 上反而是南边 因为上埃及和下埃及 好像两拨人就不太尿对方 上埃及自己发育 下埃及也自己发育 大家都在一条河上 到后来呢 这两个文明觉得自己都牛逼起来了 所以就要打仗了 上埃及跟下埃及 究竟谁赢了呢 直到公元前3100年左右 有一个国王叫做纳尔迈 统一了上下埃及 埃及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了一个统一的国家 它有一件特别有特色的文物啊 叫做The Narmor Palette 纳尔迈调色版 陈列在开罗伯物馆里面 纳尔迈的姿势也很有趣啊 它右手高举着权杖 左手抓起跪在地上的敌人的头发 这个姿势在各种神庙里面经常出现 我们面前的这个是拉美西斯三世 埃及一共有300多个法老 每个法老都像跟纳尔迈挂钩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破壮 三壶、浅迈调子